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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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講的話跟馬英九的態度 或者是說馬英九聽了不喜歡 應該也不會把你換掉 你只是說出了實話 我講的就是我親身接觸到的案例 你親身接觸到的案例 比如說在科技部的時候 我們跟某些國家要簽科技合作的 算是協議好了 在這協議的名稱上面 跟我們要簽約的國家 就會受到對岸的打壓 說這個協議的層次不能太高 要壓低協議的層次 這是我親身有經手碰到的 剛才也跟您報告了 在副院長任內亞投行 我們希望用這個尊嚴對等的這種前提 他們後來講的話也沒有符合這個前提 等等等 院長我很開心聽到你這樣講 但是很顯然我不曉得 我們現在的政府 或者是說你現在所領導底下的內閣 是不是跟你有相同的感覺 主委 你是不是跟這個張院長有相同的感覺 我想你在主導 主責處理兩岸的事物 您的感覺如何 你是不是也覺得中國對我們是不太友善 在許多部分他是不友善的 譬如說他對於這個飛彈的部署對準台灣 對他的一些軍事演習有針對性的對著台灣 另外就是在國際空間上面他不斷的打壓我們 譬如說到我們的國人到聯合國去 甚至於拿著我們的護照也不能夠進去裡面參訪 這部分我們都多次的向他們表達 我們認為他們是一個不友善的行為 那你做了什麼 代表政府做了什麼東西 任何兩方的互動一定是有一些 大家可以雙方都有共識的 也有一些是大家意見不一樣 在這一方面在國際空間方面 他們仍然是持續的對我們打壓 主委我要請你更明確的表達 您是否曾經代表台灣表達過任何的 這種強烈的抗議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他們這樣子的吃豆腐的行為 的不接受 有沒有 我們多次的已經這樣表達 譬如說過去曾經在好幾個案子裡面 我們都表達強烈的抗議 那結論呢 結論呢 我現在簡單問你 比如說像卡式台胞證這件事情 2015年的7月6號就已經在福建試點失敗 我記得您在下章會的時候 10月14號的下章會的時候 您也跟他們談到了所謂的卡式台胞證這件事情 我們對卡式台胞證不滿意的 當時卡式台胞證要實施的時候 在台灣也引起了相當多的紛擾 包括有當時的這個台聯的委員霸占了主席台 還有人去丟雞蛋 去包圍總統府 結果呢 結論是什麼 我們對卡式台胞證中國大陸實施 我們不滿意的是它的資訊不夠公開 而且通知的時間太短 可是對於卡式台胞證本身 過去台聯委員他們認為說會各自的外洩 我們一再的認為不會 同時它說有跟蹤的功能 我們也認為不可能 實施到現在也的確證明是如此 不過我們對於中國大陸還是表達不滿 我們跟您談的 我們擔心的地方 你們認為他的資訊不夠公開 你覺得我們被打壓 覺得我們被吃豆腐 但是呢 到最後的結論是我們接受了 卡式台胞證呢 現在已經 完全正式的上路 甚至我在網路上隨便一找 網路上呢 還可以團購 團購還可以打87折 旅行社還揪大家一起來團購打87折 以及他自己本身對我們台灣的居民 因為他如果通知你早一點 你就可以全盤接受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了解這個卡式台胞證 是不是會傷害到我們的個資 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 我請教你 中國在前兩天的這個十三五的規劃裡頭 他說他們要蓋了一台京台高鐵 從北京到台灣到台北的高鐵 現在告訴你時間算早了吧 卡式台胞證是因為告訴你時間短 所以我們無法接受 他現在告訴你說我將來要蓋一條 從北京到台北的高鐵 我現在在規劃當中 我連路線圖 我所有的圖表 通通都已經畫好了 現在告訴你夠早了吧 我們能接受嗎 這個是可以操支在我的事情 不是他說了就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跟中國表達任何的看法 有沒有表達任何的說法 這個是我們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不只是技術 而且是在實際上涉及我方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主的 院長 你有沒有對中國表達任何的看法 對於人家說我要蓋了一條高鐵 到你台灣來 到你台北來 沒有表達任何的看法 你有沒有覺得被吃豆腐 有沒有覺得被打壓 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有沒有 呃 事先沒有照會我們當然不舒服啊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表達 所以前天已經回應了 還是沒有 只是覺得啊 我不舒服 就是這樣子 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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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階段 你瞭解內情嗎 我稍微知道 我們沒有講過 我們沒有講過 不需要兩岸監督條例 但是我們要放出一些東西 那放出這些東西 滑得來 滑不來 值得討論 要放出的東西是什麼 呃 可能農業要做一些讓步 但是我們覺得農業那邊做太多讓步 並不合適 好 院長 那你覺得貨貿談完之後 需不需要接受兩岸監督條例的監督 需不需要接受國會的監督 這個貨貿談完以後 當然要接受民意機關的監督 甚至不要只等到它談完啦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頭 都應該要受到國會的嚴格監督 在過程裡面 牽涉到談判的籌碼 這個是實質上有困難 但是我們規劃的 跟民進黨將來的交接團隊 陸委會跟經濟部交接團隊 我們會把這些資料 詳詳盡盡 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 報告委員 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在過去談判的過程當中 都是根據我們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每一次都有跟立法院做報告 也舉辦過很多的公聽會 主委 我知道你們做的報告 通常都是事後啦 沒有 我們事先 都是已經簽訂完成了 都已經跟人家談完了以後才來 才來做報告 這十二次談判 經濟部每一次去 都有跟立法院的院長 以及所有的黨團的招委 還有委員會的招委都有報告 我們還是看不到這個談判的內容 我剛剛提到這個兩岸的問題 院長在我們提到就是說 中國對台灣相對這麼不友善 一直不斷的在吃台灣的豆腐 除了在政策在法令上面 我們面對到這個問題以外 我接下來要跟您談的是台灣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政策其實我們也面對到 同樣跟中國之間的這個問題 移民署呢 在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現在的少子化的現象 造成青壯人口的減少 所以他們要放寬 中國人來台居留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 中國籍的這個人是 不管是配偶 他的二十歲以下的子女 來台灣的居留期間 居留的人數 從一百八十人調整到三百人 他的居留只要滿兩年 就可以申請我國的身份證 那移民署的這個理由呢 就是說 他們要用強國 來補充台灣的年輕人口 在現在 所謂的看守內閣的期間 有一個這麼重大的人口政策的轉變 那理由是說 要用強國 來補充台灣的年輕人口 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人口政策的轉變 是經過了評估嗎 那難道這個不需要修法嗎 不需要開放給社會大眾討論嗎 那為什麼 你們用所謂的強國 來形容中國 只有中國是強國嗎 美國不是嗎 英國不是嗎 其他國家的優秀人才 都不能來補充台灣的年輕人口 或者是說其他的優秀人才 能不能順利的留在台灣 為台灣奉獻 這是台灣的人口政策 這個要求的規定的 跟我們有香港的 這個要求的規定 要是在香港的 是就要的 所有人間的人口 要對他們的 由林國 現在就是說我們要讓他居留可以轉換的時間縮短 那其實是跟一般外籍人士現行的規定是拉起 跟一般的外籍人士 你所謂的外籍人士是哪些 外國 其他國家的人要來台灣居留有這麼簡單嗎 要來拿到台灣的居留有這麼簡單嗎 結婚的話 他是結婚 譬如說現在我們是對於他的這個子女來台 依親還有他的停留的時間做一些這個修正 部長 我剛剛跟你提到的是中國的這個中國人 他的二十歲以下的子女來台灣 可以這個放寬居留的時間 假如說他年滿二十歲本來我們的規定是說他滿二十歲 他就必須要離開台灣要返回中國 現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如果還在繼續念書 他其實是可以繼續留下來 但是部長你知道這幾年喔 尤其是去年喔 這個外交部呢 也有一些包括跟全球各大學的爭才 你知道去年一年來台灣的香港人 港生有多少嗎 去年 去年來台灣的港生有八千兩百六十人 那這八千兩百六十人這些港生 他們如果畢業之後想要留在台灣 其實是不容易的 他要取得台灣的工作 工作居留或者是台灣的居留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你知道嗎 這些港生或者是僑生或者是其他的外國畢業生 他畢業之後要留在台灣要有主管的推薦 還要通過起薪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塊的薪資門檻 才能留在台灣工作 然後呢 他要在台灣工作還要一個評點配額制 還要考量評比他的學歷 語言能力 特殊專長等等多項條件 才能把這些孩子留下來 第二步 這些孩子如果通過了第一關之後 他必須要許可居留滿五年 這五年呢 還要在台灣居留每一年要超過一百八十三天 如果只要有其中一年 他沒有超過一百八十三天 他的資格就會被取消 然後他的平均薪資啊 剛剛講的是起薪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塊 接下來他的平均薪資要超過勞動部所公佈的基本薪資 就是一九零四七的兩倍 要拿到三八零九四才可以申請居留 這是台灣現在的人口政策 這相對來講留在台灣是非常困難啦 院長我再跟您提到 你知道我們台灣是不允許別人有雙重國籍 過去江儀化院長要幫這個甘惠中神父辦理台灣的國籍的時候 就遭遇到困難 台灣人可以擁有外國國籍 但是外國人要來台灣是不能有雙重國籍的 但是我們要求外配要取得台灣國籍之前要放棄他們原來的國籍 但是中國人 中國的配偶來台灣只需要放棄中國的戶籍 這個邏輯通不通 其實這個在實務上來講 放棄他的這個戶籍其實他就回不去了 因為他就他就有就會 所以這裡 所以 因為這樣我們變成了很困難 在大海就拿到這麼一種國籍之前 他們原本的國籍已經放棄了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國籍吧 台灣的國籍是需要大一個改革 沒錯 我們現在送到這麼來的辦法 就是有一個國籍可以當辦公室 這個時間換到哪個辦法 好 謝謝邱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